有人讲说阿贵教授 我每天都忙碌 哪有时间去修行 不要有借口 其实工作就是修行 在你的工作里面 它就是一个最大的修行的场合 对组织的效忠 对领导的尊敬 对同事的和睦 把工作做好 任劳任业 这些都是在修行 我们很多人都以为工作不能修行 都以这个上班来作为借口 其实是错误的 那各位在座的朋友 包括生活也可以修行的 那各位永远记住这一段话 人对了 事就顺 第二 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 就是告诉我们 人先要把它做对 事情才会顺的 第二 人和了 财就生了 所以 这就叫 这就叫和气 生财 所以阿贵的课呀 你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他的意境 是很深远的 在你的领导管理过程中 跟人 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称为 以人母为本 和谐 共赢 那在座的家人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起来怀大爱心 做小事情 各位 则善行而从 则善言而听 则善书而读 则善人而教 那我相信 只要你每天 以人为善 一路就能够吉祥 那各位 我们2021年 我们到底要赢在那里 展望未来 伟大的事业 要做金 要做强 要做长 只有这八个字 叫道通古经 得行 天下